經濟午餐主持何文傑 李尚仁博士 回來經濟午餐的時間 Dr.Nexa 我們在直播室請到金寶集團的首席營運官尤傑先生 尤先生和我們聊聊天 Hello 尤先生 Hello 大家好 大家可以在新城廣播的Facebook看到我們的視像直播 也可以在心機聽到我們的節目 金寶集團一聽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從小喝到大的湯 香港的金寶集團和喝湯都無關 暫時未有關係 我差點誤會了 主要做地產的業務 近年也積極在公下活化方面大興土木 大展拳腳 但是聽眾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公下活化 尤先生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才講講公下活化的由來 其實香港由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工業非常蓬勃 可惜一路隨著工業不移 很多廠家或工廠都遷移北上去國內 香港導致去到九十年代 開始慢慢累積多一些公下空置的問題 亦有些用途不符合地契批准的用途出現了 所以去到二零一零年 政府當時公佈了一個公下活化的措施 最主要分兩大部分 第一個就是鼓勵一些工業大廈 鼓勵他們不要拆樓 去轉用途 保持一個主結構的底下 做一個改裝 第二部分就是鼓勵工下的重建 把原本九成的強拍門檻降到八成 這個政策行了六年 後來停了一段短時間 在2019年政府再推出 叫做公下活化2.0 2.0和1.0的分別是什麼 1.0和2.0本身都是活化的時候 改裝如果不拆卸原本的主結構 就可以免保地價 但2.0多了一個規限 就是要業主在原有的樓面裏 拿撥10%去做一個所謂指定用途 政府指定的特別用途 以我們業界的了解 政府希望業主撥一些地方 支持一些創意產業 文化、藝術、體育各方面 但可惜到執行起來 就遇到大家的障礙 我剛才評論一下 其實公下活化1.0和2.0的成果 在2010年推出1.0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 總共有226宗申請 批了161宗 全香港有多少工業大廈 一宗就是一棟 一棟 因為這個政策一定要整棟 這個政策是 所以全香港總共有1,500棟 大約1,400多工業大廈 這樣也很多 裡面還要說 可能只有我們粗略估算 業界的估算 不是很正式的統計 有400多棟是統一業權 因為如果你分散業權 要整體活化就很困難 所以有百分百合作 所以到現在為止 161宗批了 基本上全部都是統一業權 當年沒有買斷 沒有說逐層分層出售 大業主繼續持有 1.0和2.0最大分別 是否還有指定價單 指定價單 在2.0的後段再斷 其實那個政策 就不只是工業大廈 當然是一個試行的用途 到去年年尾 亦都公佈了 有一些新一系列的標準保價 擴展到其他用途 明白 所以由先生說 其實效能是否分別很大 第一 1.0就有200多個申請 160個批張 2.0是多少 2.0是2019年推行了 到現在申請有15單 根據地政署網頁的數字 真的少了很多 但是一單都未批 一單都未批 還在吃蛋 這麼可怕 1.0聽下去 200多個申請有100多個申請 我們看 其中一個大的原因 就是那個10%的指定用途 其實政府和業主都不太好 不知道是想怎樣 有個風險在 業主就建議一些用途 但是政府也不知道用途是否合適 好不好 可能政府也不知道想怎樣 是的 第二就是 其實在1.0都有一百六十幾單批 那些其實已經是 因為活化就好看 本身大廈結構 方不方便去改其他用途 因為很多時候 大廈結構的影響 也不是那麼容易改其他用途 第二就是地點好不好 如果太偏遠 距離地鐵遠 距離主要交通的設施遠 其實活化的業主估計 即將來活化之後的增值 可能會比較少些 也未必要考慮去做 會不會因為現在房產價格的影響 所以大家看到有衝動 可以做這件事 利益就少了 所以申請又少了 再加上會不會也有可能 除了你說10%之外 也有可能是 以前已經是同一地權 已經申請了 剩下的那些大部分 都未能統一到業權 再加上價跌了 更加少有因去做這件事 除了10%會不會有可能性 完全同意 因為最美的位置 最可行的地方 其實大致上都已經做了 統一業權 但很多都已經做了 當然2019年推 工校會發2.0的時間 正正是社會動盪 接下來是三年的疫情 也影響了業主活化的意欲 沒錯 其實我自己很支持活化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我都經常去觀行 因為很多我們搞活動 經常去一些活動場所 以前是沒有這些地方 但工廈做到這樣的條件 它又不會很貴租 有一個寬一點的空間 大家裡面有很多事 可以做到聚會的事 或者是活動的事 其實真的是一個產業 這是真實需求的產業 市民需求 所以我覺得活化 其實是有些事 真的配合現在的市場 有些有studio 有些初創 其實都需要一個空間 也未必一定要很貴 因為有很多網路 我不一定要寫字 一定很漂亮的地方 其實某些工廠 老實說 位置很漂亮 以前可能是很編的 但除了社會 這三十年四十年的發展 我們附近的紅磡工廠 很漂亮 其實有海景 有些工廠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可能它的功能 是值得改變一下 配合需求 所以我很支持 Lexter你搬了美社字樓 去開幕 那裡也是一個活化的項目 是呀 即如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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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荒 不過太古招牌大 以前的活化 只有這麼大的招牌 才能有投資 它有不可預見的因素太多 但它也有能力去投資 跟政府慢慢搓 搓到可以把舊的區域整個區域翻新 則如沖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在座的新城電台 就是黃埔花園 黃埔花園也是另一個例子 以前是一個船奧 現在我們石船下面就是新城電台 其實都是活化回來的 沒錯 但剛才是尤先生和美美道來的功效活化計劃 就能讓中小型發展商都可以參與這個遊戲 因為有規有矩 大家能夠預算數 但中小型也在說不少錢 搞了房子會化 一般成本要多少錢 當然要視乎規模大小 還有業主打算把市場定位 你要放多少錢 將它翻新到一個到底什麼級別 但一般來說 平均如果轉工業轉商業 我們看市場的資訊 大約每平方呎一千元起 以當年2009年開始的時候 當然近年 這一兩年 建築成本一直都攀升得很厲害 起碼加了30%以上 到現在 當然現在就會比較貴 一般來說銀碼 一般可能是一億到幾億不等 這個銀碼 這個不是說你買單位那麼簡單 涉及到你又要有相關專業知識 有職師 建築師 興建的過程 這只是成本 活化成本 建築成本 收回來一定不是這個錢 本身你的物業是單一業主擁有的 沒錯 沒錯 不過隨著工業北移 其實很多工業大廈都沒有工業很多年了 數十年來做單位 變成擺在這裏做貨倉 或陳列室 很浪費 這個計劃在十幾年間推動到 雖然九龍東是核心 但其實區區都有一些 元朗 屯門 屯灣 香港仔 都有一些項目 待會回來我們再詳細講解不同的內容 好嗎